各位好,這個盆栽補太少,然後有補了一些土,那補完土之後,發現有很多這種小鑽螺,好幾百隻,要抓抓不完,要想辦法來處理這些小鑽螺 這個菜園,也長滿了小鑽螺,就從泥土增加進來,它就長出來了,密密麻麻的小鑽螺,要想辦法來給它清除掉,不然會吃菜葉 對付這些小鑽螺,我有找到一個方法,要來測試看看能不能成功,那先把它灌滿水 我的方法是把它灌滿水,讓它吸飽水之後,再用那個,生的,玉米粉,把它塗蓋上去 灌飽水,等一個中午,再來使用玉米粉 這個原理是,小鑽螺是水含量多,那我們灌飽水之後,使用玉米粉要兩天,不能澆水 那現在就是讓土吃飽水,然後水降到3分之以下,下面都是水,然後再使用玉米粉 小菜圓也一樣,把它浇滿水,然後等一個下午,再用玉米粉,來清除小鑽螺 在網路買這個生的玉米粉,要來,這是我的小鑽螺,這個小鑽螺,平均,灑在那個,花粉上面 這樣子小鑽螺,我如果吃了玉米粉,它會瞬間,乾 吸水,那它就缺水,會死掉 如果沒有死掉,隔了一兩天,還活著,那個可能比較大隻的,那我們在澆水的時候,它會馬上吃水,會把它撐爆掉 用這個原理來,殺死小鑽螺 這個玉米粉是天然的,如果殺不死小鑽螺,也可以當成那個肥料,給植物一些肥料,不會有傷害 這個菜圓也一樣,用這個玉米粉來把它 殺死小鑽螺,不知道有沒有效,試試看 小鑽螺會,躲在那個磚頭縫裡面 邊殺小鑽螺,然後也可以當成肥料,給一些植物,土裡面的肥料 試試看有沒有效,如果有效,就這個方法就可以 那,我會在陸陸續續觀察 每天都把它觀察看看 再來做一個結果 這個玉米粉,我在網路上買了4斤 那這樣子使用起來,一個小菜圓,大概是七八瓶的小菜圓,加那個花盆 12匙的花盆,這樣子應該2斤就夠了,我總共買了4斤 試試看 這是第一天的早上,昨天用 玉米粉鋪在這一片上面,然後今天不澆水,現在來看一下效果 這花盆用玉米粉的第一天,來看一下 有看到小鑽螺,那目前他們都還是活著,然後 然後,表面上就是沒有水分的那一種光澤 這是菜圓的第一天,來看一下 發現小鑽螺,那目前看到的好像都是,中大的,小的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然後小鑽螺的表面,比較沒有水分的感覺 這是第一天 這是第二天,等一下要來把它灌水 表面看起來好像,比較少了 但是在土裡面這些,還是有發現到 就不管它了,灌水 灌滿水,等人 今天再來看看什麼情況 這個菜圓也是一樣 這個菜圓也是一樣 表面看起來也比較少了 但是如果仔細看到圖裡面的話 在圖縫裡面 還是會有一些,沒有辦法 不管它了,幹水 這是青竹小鑽,我的第三天 我發現他們還 活得很高興喔 目前第三天 效果好像 普通普通 不優 這是菜圓的第三天 發現他們也是一樣 還是在啊 沒有很好的效果 這是第四天 我發現有一點發霉了 然後 這個螺在表面上 好像不見 但是裡面的還在 這個圖裡面應該還很多 這樣子的效果感覺 是有,但是不是很好 這個小菜圓 目前表面上看 螺好像都已經不見了 但是在磚頭縫和泥土裡面 就不知道了 要等下大雨之後 看看有沒有跑出來 才知道效果 今天第五天 表面上的螺已經 好像完全不見了 裡面不知道有沒有 那我剛剛把它殘了一下 沒有發現了 好像少了很多 再殘一次看看 這個 把它殘一下看看裡面還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已經 效果又跑出來了喔 嗯 好像真的沒有螺了 效果又跑出來了 既然有效果 那就把全部的圖 把它翻一翻 那明天再看看 效果如何 快速的翻一翻 好像螺真的滅終了喔 到第五天 感覺螺好像真的完全滅終了 塗把它全翻後 我現在把它澆水 然後明天再觀察看看 到第五天 效果感覺就有跑出來了 那個螺好像完全滅終了 如果沒有 就表示這個方法 可行 可以上烤 菜園的也感覺上 表面都已經完全沒有了 但是在磚頭縫的裡面 遇到下大雨 不知道會不會再跑出來 這就要再觀察一下 那目前 表面 表面也好像都沒有中機了 第五天 才有效果 跑出來 今天第六天 剛好下雨 那等一下來看一下 那個螺下雨 會不會跑出來 今天有下雨 剛好來看一下這個效果 一般下雨來講 小段螺都會跑得 很多跑出來 那現在來看 表面都已經 快看不到了 那 表示用這個生的玉米粉 這個效果是 有的 可以的 提供參考 來看一下這個小菜園 今天 剛好有下雨 那 看那些 小段螺 會不會跑出來 一般來講 在磚頭縫 最容易發現 那 現在 看起來 沒什麼小段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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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樣子的效果是 可以接受的 是有的 用生綠米粉 來清除小段螺 感覺上 是有的 有效果的 提供參考 成績 有的 有的 成績